那我們那時候就 欺騙的話應該是經濟部的商品標示的問題 其實這個跟那個照理說是食品 因為它是食品 所以已經進到食品衛生管理法販售 那你不是沒有安全啊 剛才它就是玉米澱粉它也沒有什麼安全 沒有食品的安全問題 但是就是它標示不實 標示不實是不是經濟部商品的問題 如果是食品的話 食品就是歸那個衛服部再換 那如果是其他一般什麼電腦 或我們前一陣子做那個洗衣精裡面的那個白面瓶 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歸經濟部 所以一般的生活用也是歸經濟部 那我們後來發現的那個 就是這樣做出來 然後就 因為我在做這個報導的時候發現 其實大概十年前 蕭基會也做過一次類似的標示 但是它那時候 它沒有做我們這麼大 買了五十幾個米牌 它可能大概只有做市面上 就是它一般超市可以買到 大概就是七八十米牌 這樣子 那那時候其實本來也就不可能 就是說 就是比較吊詭的是說 那個我們的那個 國家標準 CNS 對於那個米粉也不一樣 其實那時候 那個CNS 它就寫得很清楚說 你如果要撐米粉 比如說那個原料 你多少匹是要用的 其實它規定的很清楚 可是呢 那個衛生署 它的那個食品衛生管理法 它又不採納這個 這個CNS的標準 它意思是說 就是我沒有 應該說 因為它說那個 國家標準是屬於自願規定 就是我政府部門要不要採納這個標準 我依法來決定說要不要採納 如果不採納 它也拿它名字 所以那時候 我們做出來這個 然後 就是甚至抓出來很多米粉是假的 然後跟衛服部去講 衛服部說 它第一個回應最好笑 因為CNS裡面定義的那個名稱叫米粉絲 然後所以它回了第一句叫說 那個米粉不是米粉絲 所以它沒有違法的問題這樣 那這個一聽完大家就覺得不爽 所以哪有人這樣子可以去 這樣去解釋法令這樣子 那後來 第二個就 在這個米粉的新聞做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又想說 因為在採訪一些業者 那業者就會有一些說法 他是說 我也不知道我用的原料 因為現在很少米粉 他是真的買那個米進來泡 然後自己磨 那幾乎他都是買那個已經磨成米粉的 那個大包米粉粉進來 然後直接就即期加工 那有幾家業者 他說他是純米 或者是說他標示 比如說50%以上是米做的 他說我也不知道啊 我去跟人家上游買米粉粉進來 然後我比如說他就是說 他五包米粉五包玉米澱粉 他是用這樣的比例去做的 那他怎麼知道做出來 那個蛋白質就是米的含量是很少 結果後來我們又根據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我們又去過年前又跑去 因為過年前大家都要做什麼貴什麼貴嘛 如果高什麼 那我們就買市面上那種小包裝什麼 再奶米粉啊 或者是什麼糯米粉 我們又就收集了各種品牌 然後又送去那個火焰所他去分析 那只是說你只醃蛋白質的話 有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那個蛋白質的來源是米的 米的蛋白質來源 還是那個比如說麵粉或者是有其他粉類的蛋白質來源 那所以這時候你如果是測蛋白質會有一點失真 那所以因為用蛋白質去回推你的含量會有點失真 所以他又去用那個行為精去攝影 那通常每一種粉末他磨成粉那個顆粒 米磨成粉他有一定的顆粒 然後麵粉磨成粉他有一定的顆粒 或者是玉米澱粉他有一定的顆粒 在小微鏡上面其實是一看一目了 然後那那個那時候有一個品牌叫日正 就是其實後來發現有很多品牌 他我們去測 第一個他的那個蛋白質的含量就已經低於那個 百分之五以下 因為我剛剛提到那個稻米的蛋白質加溫完 流失應該還有百分之五 但是他已經那個粉 你去算他百分之一克還是零點幾 那你算大概可能才兩成吧 或一成都不到 那但是為了讓那個廠商沒有話講 所以我們又請古人說 我就去拍一個小微攝影 然後又發現說 他明明在外包裝就說我就是再來米粉 那有一些稍微有良心一點 他還會不要說我有加玉米澱粉 或是什麼素素澱粉 那但是大部分很多都沒有油 就是他就是再來米粉或是多米粉 那結果像那個有一個叫日正這個品牌 對還有他他有兩個品牌 日正一個是日正然後一個叫劉師傅 就是叫日陽 日陽是另外一個品牌 日陽好像在我們那個檢測相較是比較稍微還好一點 對 他是標準的百分之百 再來 他再來 我有點忘記 我可能找一下 但他的那個程度沒有像那個日正 或者還有一家叫古銅 三古的古銅 一個銅 那個那個品牌比較少看到 但是他是比較 就是那種大包裝的 業務用的 那所以很多的新竹名本工廠是跟他進 進一分進來 然後結果這兩家日正跟古銅 這個我們驗測出來那個含米量最低 然後然後有照鮮 我發現大概在有三種粉末的顆粒 那我們結果後來就是跟小姐妹在開記者會這樣揭發 然後他剛開始那個日正非常的就很硬啊 他覺得說一定是你亂做 或是什麼樣怎麼可能這樣 然後我說什麼他們自己要再找 他們公證的第三方去做檢測 那在網站上這樣寫 然後後來大概過了兩三天 就把後來發現他們就承認錯誤 就下架回收 然後後來去做 那我們聽到側面的消息是說 因為他日正的粉其實是從古銅幫他代工的 然後古銅呢 在他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摻了自己製粉下去了 然後賣給那個日正去再包裝 那日正呢他又自己在分包小包裝 然後他又再加了月底變了下去 他不知道毒桶已經都加了 然後他自己又加 所以後來才會造成說驗出來 奇怪他的那個 那個含米料比例是最強的這樣子 他有這樣子的一些觀念 那其實就很多的這種議題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這個線索 從一條線索就會再拉出來 另外一條線索這樣不斷的追追追 那我覺得只有在就是說 我們在一般那個商業媒體 大概很難這樣子去追 因為他可能這個議題爆點 爆完一次之後 他達到他要的那個效果 他可能就下 後續再做其他的 那我們就是獨立媒體就是說 至少可以 好我覺得這是重要議題 那我們可以這樣不斷的持續追 可能差不多米粉這個 追了大概一年 一年左右 然後等於追到 就是那個衛生 衛服部去修那個行政 要去採納那個CIS的標準 那差不多到那個階段 就算一個到一段落 對 差不多 這個米粉大概是差不多 就是從一個 只是很單純的 要去採訪 一個米粉廠 他願意跟在地的那種 去起坐有機米 坐有機米粉這樣子 一路線索欠出來 這樣子 大概是 米粉這個液體 大概是這樣子發掘出來的 對 然後其實後來 米粉這個 往食品安全的方向 也會就是 才後續追出來 就是說那個 順利協算 其實也不是我們追 但等於 我們掏出來這一個球 就是說那個 你講那個 玉米澱粉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種修飾澱粉 那其實我們去採訪那個 營養師啊 就是我去採訪那個 營養師公會全聯會的市長 他是在中心院區 當就是營養部的主任 那他就反映說 大家會覺得說 欸那個 給病人開那個餐點啊 那他想說 米粉應該很好消化 因為手術完 有些病人消化很差 他可能需要比較好消化的食物 所以他那時候開米粉 結果發現那個很多病人反應消化不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還是把米粉來成面線 那但是他覺得百事不得其解 後來也是去追 跟火焰所那邊追問 才知道說 喔原來你現在都不是用 真的米做 因為如果是真的米做的米粉 其實是非常好消化吸收的 那現在的這種米粉 他要求快速跟Q彈 那你真的 之前那個業者就講說 加玉米澱粉是會讓它好吃很Q 其實米粉要好吃很Q 並不是用玉米澱粉造成的 因為單純你只是用玉米澱粉 它的那些粉末 並沒有辦法讓它產生的一個菌性 那就是加了很多食品淹加物 那那個那個大象 那個細象那個化學名稱說實在 我有時候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們只知道說有些什麼叫鈴酸鹽 然後什麼鈴酸鹽還有好幾種 什麼六片鈴酸鹽 還有什麼多片鈴酸鹽 這種很多專業名詞 其實是那個學化學 思韻化學才知道 那他就 這種鈴酸鹽就是讓它這種分油 就是原來沒有那種 很Q的彈印 他們叫這種叫架橋劑 就是好像那個架兩座 就是橋把兩塔柱架起來這樣 叫架橋劑 他說這個功能是架橋劑 讓它很穩定 然後你吃的那種米粉 才會有所謂的Q 那其實我們吃的食物 不管是粉圓啊 或者是什麼桂什麼桂 還有那個即便是麵條 你越強調什麼Q彈的口感 都是用這種這種 就是剛剛講的這種添加物 我不知道什麼樣子 那這種鈴酸鹽加下去 會對我們健康什麼影響 就是說 因為它會在我們體內 把鈣代謝出來 然後它會跟鈣 好像這個鈴跟鈣會產生幾何 所以吃久了會那個不值出鬆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這種澱粉 因為它只有 如果你是純米做的米粉 它至少米的那個營養成分的比例 都會至少不會相距太遠 可是你用澱粉 單純用澱粉做的時候 它就只有這個量或糖分 那其實那個糖尿病的人 吃了這種澱粉 其實它是會減高的 會減高的比較快 那其實沒有講 就是這個就又變成 延伸出另外一塊那個 所謂健康的影響 那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就是一條線 這樣子去拉 你發現其實是可以 延伸出很多 可以做的情況出來 我剛剛記在這裡是三月